主席好 各位委員 本委委員將提成的21人 建議中華民國憲法徵修條委第12條 賦予立法院唯一憲法修憲的提案權 所以立法委員有責任跟義務 來回應民意的一個需求 我們曾經在第8屆第7位置的時候 啟動了修憲工程 那當時也成立了修憲委員會 但是後來因為討論時間不夠 又遇到立法院改選 所以在借其不聯繫的原則底下 修憲了大約無以遂行 那立法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 立法院得色修憲委員會 所以考量憲法是根本大法 修憲不同於一般法律的提案審查 立法院在提出修憲案之後 還要經過公民的覆決 因此立法院在提出修憲案之後 必須通盤的檢討 廣泛接受社會不同的意見 回應民意的需求 爭取民意的支持 所以立法院應該盡速組成修憲委員會 在本屆任期內爭取足夠的時間 來完成修憲的事宜 原此要求立法院應該立即組成修憲委員會 作為一個準常設的委員會 定時發揮立法院修委員會的功能 不時來審查修憲案 同時接受人民的請願 召開公開公開會等等 讓議事的討論程序可以進行來凝聚社會各界的意見 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本院委員將啟程等20億人提案 座如下決議 交黨團協商會議 並同相關提案處理 請問院會有意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萬美林委員 請問院會議